民主長我想藉這個機會跟您請教一下財產申報的問題 這個我們財產申報 如果依財產申報法 必須要向監察院來申報財產的 公務員或者公營事業的董事長 那麼資料都會在監察院的財產申報處 對不對 那我們假設這樣子問好了 我們財產申報裡面有一項叫做投資事業 譬如說段一康自己有一個投資 我如果買上市公司的股票 那就是要在股票做申報 那我如果投資的是一個 譬如說我開了一家餐廳 我花了200萬開了一家餐廳 我在今年的3月跟人家合夥開了一家餐廳 到了今年年底 有可能我這個餐廳賺了錢了 我陸續啊 不管有沒有拿回來 或者還是留在公司 假設我賺了50萬 那麼我申報財產的時候 這個投資事業 我是要申報200萬 還是要申報250萬 你知道嗎 我們請財產市市長說明 委員好 根據財產法市行系的規定 他是就他當時投資的金額來 所以我要申報200萬 那50萬會放在他另外存款 或者是他做 對 當然啦 我如果把這個公司分紅了 我領回來放在存款裡面 我就要申報存款 那如果說我這個200萬 到年終一結算 各個股東一個人賠了50萬 那我要申報150萬 還是200萬 還是以他當時投資的金額來申報 那如果到了明年 我們去增資 每一個股東又增資了100萬 那我要申報200萬 還是300萬 就是以他實際出資的金額 所以到了明年呢 我明年年底呢 我要申報300萬 是的 那所以呢 如果這樣子講的話 連勝文先生 他擔任台北悠悠卡公司的董事長的時候 他在2005年 據他自己說 他募集了700萬美金 去香港設立了 這個Evenstar 這個避險基金 去成立了這個Evenstar的管理公司 就他成立了一家公司 這個算不算 個人投資 如果他需要申報財產的話 如果是他個人有出資的話 他就需要申報 他個人出了錢 那麼 花了 跟朋友一起 在香港設立了這家公司 那麼如果 以他自己的說法 他 總共募集了 700萬美金 這裡面 包括他自己 包括他家族的 資金 那麼 這個700萬美金 我們先假設 都是他自己出了錢 我們以為我們不曉得他自己到底出了多少錢 但總共他是拿了700萬美金 到香港2005年去設立的這家公司 去投資的 這叫 個人投資 對不對 然後到了2008年的9月1號 他擔任了台北悠遊卡公司的董事長 他依法 擔任董事長的時候 他就要向監察院申報財產 2009年 他就任的時候他就要申報 那年底他不用申報 因為他已經就任的時候申報過了 然後呢 2008年 然後2009年年底他還要再申報一次 定期申報 然後2010年的5月他離職了 所以他總共申報了兩次 沒有錯吧 是的 那2005年呢 他申報了三次 那麼 那麼從2008年到2010年他離職 他申報的內容 他有沒有申報這個香港的投資事業 他沒有申報了 離職的時候 跟委員報告 請說 就是他曾經跟我們申報一共三次 分別是剛剛委員說的97年12月25 98年12月29定期申報 跟99年9月23的卸離職 那因為我們是採5%以上的抽樣 跟個案查 那時候我們 他被我們抽中的只有97年 12月25號被我們抽中 進行實質查核 那我們查核的結果是 沒有發現很有申報不實的情形 但是要跟委員補充報 就是如果是海外的資產的部分呢 我們是沒有辦法去做實質的查核 他沒有申報 他在海外的投資 那所以這邊就很奇怪了 那連勝文先生面對外界的質疑的時候 他說 因為我賠錢 我那個時候呢 這個投資事業 賠錢了 所以呢 賠到我不需要去申報 可是如果是照您的說法 我只要還有持股 我只要這個公司還在 除非我退出這個公司了 但如果他退出這個公司 因為這個公司是在香港登記的 他就必須要在香港要變更 事項登記表裡面 他必須要公司要提出申報 向香港政府提出 我even start 這個股東變更了 他的股票如果有私底下的買賣 就是我持有的股份 我賣掉了 我也必須要有一個股票買賣交割清單 要向香港的交易所要提出申報 但是如果都沒有的話 我們就要認定說 你還是這個公司的股東 你還在這個公司持有股份 即便這個公司教他自己的說法 因為我這個公司啊 他在經營的時候 他有成本 人力的成本 他要租辦公室 他要買身材 他要用人 所以我投資了成本之後呢 我這700萬美金 其實已經用掉了 這叫用掉了 這其實不是叫賠本 這叫用掉了 那所以我要跟您請教 如果我們現在假設 連勝文先生 我們就用700萬美金來說好了 他在2005年 投資了700萬美金 成立一家公司 到了2008年的12月 因為他9月1號 擔任悠悠卡公司的董事長 他在申報財產的時候 除非他把這家公司的股份 通通都出脫了 而且在香港政府必須要有登記 否則的話 他在申報財產的時候 我們看一下這個標準的格式 他應該要這樣申報 事業投資 事業投資 連勝文 投資事業名稱 Evenstar 投資事業的地址在香港 投資金額是700萬美金 取得的時間 因為他是2005年 投資設立的 他是個人投資 他就應該要去申報這樣的格式 至於那個是不是700萬美金 我們到現在不知道 但是連勝文先生並沒有否認 他持有Evenstar的股份 他並沒有否認 他是Evenstar三個股東其中之一 他只有三個股東 他是其中之一的股東 所以如果他在那個時候 2008年 那個時候 他申報財產的時候 他是不是應該申報這樣的格式 我們請秘書長說明一下 那個以申報基準日 那時候處有為準 但因為這只是一個 連先生自己的說法 我們也不曉得那個尊相如何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說 海外 海外的我們查不到 不是 因為海外我們有時候 沒有邦交 然後政府願意提供 然後什麼樣子 那如果說 我們現在假設 我剛剛跟您提過 就是連先生他說 我現在已經 他說假設我現在 已經沒有公司的股份了 只有一種狀況 就是我已經不再是 這個公司的股東了嘛 對不對 就是如果 即便公司賠錢 這個公司還在 我是這個公司的股東 我都要申報 我當初 投資的金額 不管他是賠錢 是賺錢 即便你賺了一億美金 我也不要你申報一億美金 你就申報你當初 投資的金額 這沒有錯吧 那他現在如果 他對外說說 因為我錢花掉了 那不成立 那除非是說 我的股份賣掉了 那他股份如果賣掉 他必須要有我講的 香港政府必須 他必須要提出 他向香港政府提的 變更事項登記表 或者他的股份賣掉 要有股票買賣交割清單 他手上都應該有 他手上沒有 在香港的EVENSTAR也要有 所以我在這邊 就跟您提出來 他申報了三次 這個最後面的是 沒有超過五年的期限 對不對 到今年為止 都沒有超過五年 到後面的 2009年 以後的 就沒有超過五年的期限 那如果說 我在這邊 請監察院 行文要求 有連勝文先生說明 因為我在這邊 跟你們提出 提出檢舉 我在這邊提出檢舉 我認為 他隱匿他的 事業投資沒有申報 那你收到我的檢舉 你是不是應該要向 連勝文先生 發一個函 請他說明 請他證明 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請你提出證明說 你已經不再是 這家公司的股東 請你提出 香港政府發給這家公司的 變更事項登記表 或者香港的交易所 給這家公司的 股票買賣交割清單 可不可以做得到 報委員 就是根據我們 財產申報的 資料審核跟查閱 辦法裡頭是 如果要列入 個案查核的話 其中一個條件就是 陳情或檢舉人 以書面或言辭 訊明申報人的姓名 指明他申報不實 或設有貪獨的情勢的話 我們是可以列入一個查核 那我現在 有沒有構成這個要件 就是我很清楚講出 是連勝文先生 我在這邊用段儀康 公開的用言辭來檢舉 可以啊 我們可以列入 你們多久可以發函給他 我們就是會要簽 程序上我們要行政簽準之後 然後 正常程序會有多久 我們會先調他的相關資料 正常程序大概多久 正常一定會在三個月之內完成 三個月之內 請他說明不用到三個月 整個調查 你看那個 我們這個廖正錦委員 發個脾氣 國稅局動作就那麼快了 我是很客氣跟你們講喔 是 我了解 那我們請招委可不可以 請監察院稍微快一點嗎 不要三個月嗎 我也不敢要求你們說 一定要在投票前 對不對 你合理來說 你發個函跟他問一下 需要那麼久嗎 我們會先跟各相關資料所屬的機關 借接來之後 如果有發現 跟他申報的有不一致的 是 所以我們會看到說 其實對不同的候選人 其實我們在查的時候 態度其實是有點不同 沒有 這都是一致 其實是有些差別 完全是一致的 所以如果你們要一致的話 你們看看國稅局 怎麼樣去查柯文哲的那個 積極的態度 好不好 謝謝 謝謝